今天是10月25号收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今天的盘面可以说让人无语啊 为什么说让人无语呢 昨天晚上在万一大利好的情况下 很多人预测今天的这个涨幅要达到50个点 甚至有人喊出了100个点 可是你看一下今天的盘面让人太无语了 上阵收盘只涨了11个点 创业板还跌了跌幅是0.9%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情 又是一个高开低走的走势 那明天怎么走 但是指数表现不太好 但个股的话却很突出 因为今天的涨停票比昨天还多 今天涨幅在10个点以下的票达到了80家上下 那在这种行情下 我们的股民该怎么做 是不是该轻止速中购股 那么接下来的重点又在哪里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如果在这种盘面下你没赚了钱的 甚至这种盘面下 你还亏钱大亏的 一定要仔细听 我为什么说大亏 因为今天下午有人跟我说 欧阳先生惨了我亏大了 为什么 他追高的是证券 对一个是证券 那么证券在下午这一波拉伸构成中 是不是又多 那接下套筑的该怎么办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来一一的解读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讲的一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实在无聊的话 可以去我的橱窗看一下 里面有一些好货又便宜 抖音西瓜都可以看 这是上阵的一个分时图 如果你单独看上阵的分时图 很有意思 今天是一个什么震荡 一路震荡下行 整体来说表现比较平稳 赏的1700多亿跌的500多亿 这个比例超过3比1 看起来非常不错对吧 但是你看创业版是收盘是绿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没有出现什么大阳线的一个上涨 其实在这里我强调了很多回 再大的利好 再大的利好 也不要轻易的去追 这个位置 它反弹反抽 上方压力重重 对不对 我一直强调大家 我们A股下跌的这个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我们的rpo数太多了 以后这些rpo公司 它都是打着上市来什么来圈钱的 没有几家公司是什么 是拿资金做大做强的 才导致了A股的一个什么 一个严重的一个缺水 是吧 严重的一个缺资金 那这里出现利好了 但是你看今天利好 股民市场并不买账对不对 那不爬足说明天再次是吧 考验一下下方的低点支撑 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再次往下跌的话 那仍然是机会 仍然是机会 这就给了大家一个什么 低息进场的机会 我这么一讲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的 就是说如果明天低开了往下撒了 撒到低点了就是机会 潜伏的机会 低息的机会 好 那我们来看重点 今天板块情况 表现最强的是 华为算力 水利电线广网 东周细算 其实说白了 今天盘面下表现最强的 就两个点 应该说三个点 一个是科技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汽车 还有个是什么 今天利好加持下的基建方向 就是表现最强的是水利 今天是暴涨了五个点 开盘就是涨 涨那么多对吧 今天放量上涨 而且稳住的没跳水 这还算不错了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今天稳住没跳水 明天会涨吗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我说今天开盘就暴涨了 那么 如果你的票是属于人气票 龙头票 他 会顶住压力 但是你是后排跟风的话 就可能说了 明天很多票可能有 大的可能性被暗掉 你看一下今天很多票 就比如说像浙江箭桃这种票 你会发现像红韵建设 还有这个新城市 大家是发现新卡普 还有这个 这个红韵等等等等 这些票 今天很多是高开低着的票 那么不爬出这些票 明天被核暗流的可能性 对不对 我一直强调大家 龙头票 你追不到 后排跟风的很容易是吧 接盘很容易站稿 那今天这些票高开低着了 明天你去参与追高的话 明天的话 背后按钮怎么办 你要不要割入 一再的强调大家 这个超级利好 大利好加持下的一些高开 不要轻易的去顶 因为你去顶的话 我刚才说到龙头 你没有机会 有机会的几乎都是给你坑的 所以这里 会不会成为接下来市场的一个新的主线 还等待明后天的确认 这个水利 包括地下广网都是一样的原理 今天虽然说都是大涨 你看 几乎是差不多的一个择势 但是这个能不能持续还真不好判断 就怕明天来个低开往下刹一个横按钮 那么今天追高的 今天顶板的这些人可能都会什么 都会被套住 那你就会纠结 我也要割入 这是大家特别注意的 如果说今天 大涨后明天能够顶住分歧 走出来的一个什么龙头 那么我们可以重视 可以跟踪 很有可能诞生新的流股 诞生新的妖股 这个是值得大家重视的 好 那除了这个新的板块水利用技巧广广之外 你看今天另一个方向比较强的 就是东素西算科技类 这个好久没讲了 但是它的原理 跟这个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差不多 对不对 给大家一个明显的一个信号是什么 就是这里它是属于一个低位 属于一个低位 那么这里存在超低反弹 但是越是往上走 上方这个压力位 这些压力位越要考虑跑路 越要考虑撤退 不要轻易的去顶 不要轻易的去追 因为它上方压力会比较大 这个时候你去顶的话是容易 高位接盘的 但是在这个低位我们就可以去 我这位话说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是什么 是支撑位 这个是压力位 那么现在是什么 支撑位附近 那么它冲高 我们就可以跑路了对不对 整体来说 这个方向今天涨型的票比较多 但目前来看 有一点点什么 有一点点 强找红墙 你看像立瑶 鸿信 这种都属低位补涨 对吧 包括云道对不对 你会发现很多票是低位补涨的 突然起来的 但是龙头比较高薪 像郑士通 是吧 又直接一只板踢只板的 所以它就出现一个明显的分化 高位的顶的你不敢去 低位的你又不知道谁会涨 就是 那从技术方面来说 目前的一个核心品种 就是这个中备 中备的话 我讲了很多次 这段时间天天讲 对不对 它是趋势龙头 它从11块钱上下 开始涨了40多块钱 涨了3倍 差不多4倍了 我告诉大家 我说很有可能完成5倍的一个目标 对吧 所以像这种票就是走趋势 那么你在趋势线附近 可以去做个博弈做跟踪是没问题的 但是它已经加速了 你去追高的话 那就要保持一定的理性了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好 除了刚才说的水利地下广网 以及冬送西算之外 今天的另一个方向比较好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跟什么有关 跟车有关 你看 我们的科技 华为仍然有OS在上涨停的 那么水利曾经化对吧 还有冬送西算都是属科技的 接下来就是属汽车了 是不是 新轮车仍然有13个票涨停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大家要注意要重视的 那么新能源车也告诉你的一个原理是什么 它随着更新换代的一个出现 后期还是有空间的 朋友们新能源车调整下来 我觉得就是好事 就是机会这些位置 就是机会 但是它也是在轮动轮换 还有就是新能源车 近期是属于一个极端的抱团行情 核心龙头是啥 圣龙股份可以说是腰的一塌糊涂 从这个底部起来已经是14年版了 14年版可以说是非常强劲的 但我觉得这种票 我才前期跟大家说过 就是博傻博傻的 独挡量 哪一天就 你不接最后一盘 它后面就会很有可能大面 但是整体来说你看汽车板块个股的话 它有些走出了一个高低切 大家是不是发现走出一个高低切 什么意思呢 要不就是高位的极致抱团 要不就是低位的补涨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就是我给你大家看一下这些很多的票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你要注意 我一直强调大家的 这段时间我说你要不就去 腰股最强的去赌 要不就是低位的去补涨 也就这么回事 所以大家要把握好节奏 把握好细节 不要看他一涨了就追了 不要看他一涨了就去顶 对吧 这个是不太靠谱的 但是有一个现象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今天涨停潮很多 但我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呢 市场的主线还是要咬住 咬住的主线你才有机会吃到肉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排 后排的话今天跌比较多的是分探0 还有这个就是证券 说起证券我在开头就跟大家说了 这个有点坑人 你看下午拉高 这里出现一个跳水 那么这里怎么理解 其实 是获利盘的一个出逃 我说获利盘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个位置 人家入场的到这里拉起来的 可能人家有10个点 或超过10个点利润 这个位置人家就可以出货了 但是朋友们记住证券没怎么 他回踩下来 杀了个低点又是机会 你要把握好细节 把握好机会 整体来看市场还是很弱的 所以说今天的涨停票很多 但是你想要吃到肉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除非什么 除非你去 去赌腰股对吧 如果你不去赌腰股的话 你去跟风去追涨的话 还是存在风行的 你看后排仍然有多支票是什么 大跌的跌停的 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后排的这些 大跌的票跌停的票 大家是不是会发现 文艺科技还有吉祥 大家发现了 吉祥昨天是什么 昨天是个涨停板 今天就是个跌停板 所以风险还是集中在这些方向 就是说在跟风的 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近期的市场极端比较厉害 尤其是高位票 高位票 近期成功的就是变腰股 近期不成功的就变什么 就变成挨自杀 变成短期的暴跌 大家觉得说是 所以这种环境下做起来难度就比较大了 但也并不说没有机会 机会其实是给的 我一直跟大家说 有些核心品种 它有老龙头有新龙头对吧 还有低位补涨 你只要避开这一个就行了 就是中位票 就比如说人家上面有5板票 有6板票 我们就不要轻易的去参与2板了3板了 2板3板的话 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要不你干脆参与低位的 还没涨的对吧 这种 所以要避开在中间这一段 避开这个风险 整个走势 我们朋友们不必要悲观 涨停票开始争夺了 赚钱效应回归了 尤其是像圣龙股份出现什么14年版 出现强大的赚钱效应 那我觉得这个人气已经激活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 把握好主线 潜伏好 等待吃肉的时候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